看这样报道自己会蛮担心的吗 有小朋友 会啊 因为小朋友也是感冒 一直快要一个礼拜都还没好 当然会害怕就是大家会担心 那可能工作上或生活上 都会比较不方便 国内疫情不断升温 民众对COVID-19的恐惧再度燃起 被视为是防疫最后堡垒的医院 现在看诊程序更严谨 配合中央提升疫情警戒 高雄市全力备战 不只专责医院启动COVID-19户外专诊 而几乎是港复空港 后送医院第一站的小港医院 防疫工作更是如履薄冰 我们这段时间也在盘点 在医疗院所的这个部分 也希望说尤其在专责病房 都能够打百分之百的一个是打疫苗 因为打疫苗 它主要是保护自己 能够有百分之百的 几乎达到百分之百的防御率 对于重症跟死亡 每天施打疫苗的门诊 我们会开成带状 然后尽量上校都可以服务 第二个也在户外设立了 发烧筛检门诊 对一些疑似个案 就遵照我们局本部的要求 就尽量是在户外去做筛检 由于这波疫情一路由北往南延烧 高雄市府也呼吁五月开始 曾有双北地区活动时的民众 应该避免出入公共场所与他人群聚 有相关症状则需佩戴医用口罩 主动与卫生局联系 或拨1922 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且主动告知医疗人员 双北地区的活动时 而对抗疫情 高雄市也采取一连串因应措施 民众外出时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避免不必要移动活动或集会 自我健康监测 各营业场所及洽工机关 落实人流管制 实联制 保持社交距离 同时也加强各种大众运输工具 以及公共场所的清洁消毒 大家可以共同努力 然后来度好这个疫情 然后把防疫做好 那相关的一些规范 也请尽量宣导给民众 市府相关局处全面启动督察宣导 呼吁大家齐心做好防疫 而在夜市 卖场 百货商场 则禁止所有人员边走边吃 即时性食品必须加盖遮蔽 我们有加盖 就违规 对 就像这样 这样就OK 这样OK 这个不OK 避免民众群聚 各大型活动停办 学校方面停止办理毕业旅行 校外教学 校园也全面暂停对外开放 比他们期待的活动 被取消他们心里一定会比较不开心 但疫情当前觉得还是应该 还是应该要 对啊 还是尽量少出外 然后活动取消是正常的 对啊 为了自己的安全重要 面对疫情严峻考验 市长陈其脉不知以身作则 带头施打疫苗 同时也呼吁民众 务必确实遵守防疫规范 共同围堵病毒在社区扩散开来 也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